谢谢你好 我是不久前刚刚回归的老粉丝 从小学看你视频 男的现在高二 小学到高二十几年 Holy fucking shit dude 我有做视频这么长吗 我也不知道 你是我唯一关注的主播 真的假的 唯一关注的 这个天上去很假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这么多主播 你只关注我一个 你知道吗我也能理解 毕竟有我这么帅这么有才的人 还有谁呢 没有了 括号虽然你哪天突然不见了 我也没注意到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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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太假了 这个爱太假了 还他妈唯一的是吧 鬼你妈 我开玩笑了 我爱你 疫情在家时候确实很闲 然后就上优酷 看了点你以前的视频 what is you cool again 你知道吗 我记忆很不好 我需要有一个人 remind me 什么是 you cool what is this you cool you cool是什么 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也不是经常 听上去像是一个死掉的一个尸体 你知道吗 有点像是Logan Paul在自杀森林里面发现的东西 wow 我不知道是怎么转到那个话题上面的 但我不知道什么是 you cool 你知道吗 括号MC挖矿的时候 无聊听着玩 我以为他很喜欢我 你知道吗 结果他一说我哪天不见了他也没注意到 二说我的视频是他MC挖矿的时候听的 无聊时候听的 what the fuck guys 这是什么 是在nag我们还是什么 太PV了吧 突发奇想 微博上搜一下你 WOC还真有 然后就是加关注 看你视频 听声无息 我有很多事情想分享在这个邮件里面关于感情 未来想做的事情 我的学校 打架 神略号 神略号 但是既然这个节目 括号可能是关于感情的 我还是讲有关的故事 太好了 我操 虽然你是一个 新 fake love 粉丝 但是你还是知道 怎么写邮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十分感激 感动了 快哭了 已经泪目了 我没有谈过恋爱 all right guys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没有什么感情问题 估计 因为这个人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他递交了一个感情问题 所以能是什么感情问题呢 我喜欢这个女生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应该表白 还是不应该表白 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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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lease 我应该抓住自己个玩 还是不抓住自己个玩 我喜欢这个女生 喜欢三年了 西兰 oh my god 西兰 我该怎么做 西兰 西兰 我应该干什么西兰 老爸爸 老爸爸 我的天啊 你知道我每一天 做这种小学生声音 有一天我的绷带 我的绷带 我的绷带会绷掉的 你知道吗 我的绷带 holy fucking shit 我觉得我应该去听一下 关于口吃事 有什么建议 等一下我倒过去听一下 我之前的那个邮件 我没有谈过恋爱 初三时候喜欢上一个女生 在同一个美术班 我是美术特长生 你好 我是鸡巴特长生 在美术中考前的集训课追他 我专业课成绩 括号 只美术成绩 哎呀 别这么恶俗 好吧 比较好 括号 我什么都很牛逼 那女生不太好 文化成绩也没有好 括号 只考试成绩 哎 别这么恶俗好不好 她是我第一个追求的女生 她很好看 让我一见钟情吧 我能通过一些其他朋友同学 了解到她一些信息 比如没谈过恋爱 没有男生追她 学习成绩不好 OK 所以这邮件差不多 前两句话 你都一直在说 这个女生有多么不好 成绩不好了 什么也不好了 没有谈过恋爱了 没有男生追了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这听上去像是 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 很好的开头 你知道吗 也许她其他地方很好 OK 我不是说你没有男生追求 就是你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只是说 她这个整份邮件 都没有一个 关于她好的地方 其实你知道吗 没谈过恋爱 也许是一个好的东西 你知道吗 也许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于一些人来说 然后没有男生追求 也许是一个好的事情 也许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不知道你整 我也不知道 她是什么样一个人 在画室 我会帮助她很多 比如称画架 沾画纸 因为这些事情 女生不是很擅长 ZIP 括号她傻不垃圾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 你能不能赞上她一句话 一句话好不好 就一句 我都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追她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现在 追一个垃圾 她很有可能不是个垃圾 但是你给我描述 你就让我觉得 她是个垃圾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会 啥也不懂 就啥也不会 就这 很多人可能没有懂那个梗 会叫她怎么画画 毕竟我实在牛逼 OK 会想办法跟她坐在一起 括号 所以帮她称画架 称好就不会瞎 鸡巴乱跑了 What the fuck dude 找话题聊天 她也不会太排斥 关系越来越好 我以为时候到了 可是当我更进一步 括号给她买点奶茶 怕水冷 帮她洗调色版 你是不是在进一步有什么 就是不对的理解 你是不是没有听过深呼吸 还是什么 How do you buy your way into her 这要怎么做到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不知道 舔狗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 我到现在永远搞不清楚 舔狗是怎么追到女生的 真的 也许我就觉得 有些时候是女生太无聊了 或者呢 他们之前的一个男生 是一个十分 对他们不好的男生 我觉得 或者对他们有什么心灵创伤的男生 所以他们倒搁到另一边 发现自己需要找一个很好的男生 所以就找到了 一直追寻自己的舔狗 我觉得 只有在这种时候 舔狗才能追到女生 你知道吗 一般情况下 舔狗是追不到女生的 除非在中国 我觉得 我觉得只有在中国 你知道吗 或者是在什么东南亚国家 因为女生对爱情的看法 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 他们可能觉得 男朋友就是 对自己好 然后就是那种 怕水冷 帮自己洗调色盘的那种男生 是他们想要的 也许啊 我不知道 会有这种印象 但是 他开始疏远了我 比如不讲话 删QQ 括号 加回来了 Holy shit dude 这个还需要我解释吗 不需要吧 这个不需要吧 你知道吗 你就 插加他OnlyFans了 你知道吗 如果他有的话 我渐渐放弃了 集讯课结束了 我和他特长生考试都过了 他不是傻不垃圾的吗 他也能过 我的天 他在空间上说要考 叉叉高中 叉叉高中 听上去是一个十分好的高中 经常听到一些很好的话 关于叉叉高中 很多人都说 他们的一些什么 女性朋友 他们的一些什么 自己喜欢的人 都要考什么叉叉高中 在这个生物系游镜里面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是叉叉高中 你知道吗 听上去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 我想 这你妈什么垃圾学校 不好吗 叉叉高中不好吗 所以我不知道 有些人说叉叉高中好 有些人说叉叉高中是 是重点 有些人说叉叉高中是垃圾学校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给我写邮件的时候 都是 都对叉叉高中有不一样的印象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就会想到 我有没有可能调到那个学校去 Oh my fucking god dude 我需要喝点水 Holy shit Holy shit 啊 我不想解释 啊 我不想解释 括号 我真这么想 也有一点点实践 括号 可能就是我不想学习 可我还是不小心考好了 括号 可能也不少 很好 没调到那个学校去 他 emmm 也没考上那个叉叉学校 考了个更烂的学校 比我低 你妈200多分 妈的废物 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 你是不是对智障有什么癖好啊 这个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你喜欢上他 因为 我感觉 你没有说过任何一个 关于他好的话 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他QQ删掉了你 可能 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 因为你一直给他 买奶茶了 然后当一个大simple了 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你知道吗 可能是因为 他想和你聊天 然后因为他 AQ低于50 所以啊 他不小心点到了删除 也许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我在为你着想 因为听上去 这个女生真的是一个 大废物和弱智 你知道吗 按照你的口述 OK 按照你的口述 我知道这个女生肯定不是 但是啊 如果我们就按照你的logic的话 他是个大弱智 所以他删掉了你 是因为他找不到 这个聊天按钮在哪里 OK 所以你不需要给人多么糟糕 好开玩笑 上高中 过号 进监狱以后 之前那些是初中的事情 我以为我在读什么高生的 什么高中生 大学生感情问题 你知道吗 结果是什么初三生问题 哎哟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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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上高中以后 我会偷偷带手机 括号高中管得很严 哎 中国学校不用 中国学校不让带手机的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高中不让带手机的话 你要怎么听那一些抖音神曲 对不对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对不对 你要怎么听 是不是 你要怎么听 你要怎么听这种歌 是不是 你要怎么听什么 整道德光 你要怎么听 是吧 你要怎么来懂现代的梗呢 不会吧 不会吧 这种人不看抖音在高中里面 不会吧 很奇怪 一直也保持联系 会聊天 会有火花之类的 括号好友标识 表示连续互发消息 恩天 谢谢你提醒了我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火花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些火花好像Q上面有这个功能 我不知道 因为我用QQ只是为了工作聊天 也很少用 这些功能是来自 Snapchat 然后我不用Snapchat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我觉得挺toxic的 这些什么火花标识了 这些事情 有什么streaks 然后一些傻逼弱智 会为了和你有保持streaks 然后他们就会每一天给你发一个图片黑屏 然后自己画一个S 卧槽 卧槽 太弱智了 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弱智的app 我的天哪 发一个S你知道吗 小的吧 就一个S 就为了保持这个streak 爱想象里的人生被一个他妈的app所控制 所以你需要发一个他妈黑屏 再手写一个S 因为一个傻逼app Holy fucking shit 但是我不用Snapchat其他原因就是 一是这个streak太他妈弱智了 有些人总是发一些弱智的东西 即使没有任何价值 然后就是这一些火花了 就比如说你和什么 你关系很好的人聊天 然后你们开始聊对吧 然后会出现什么 我也忘了好像 什么好朋友标识还是什么 然后有些时候什么 他会显示 你是他的好朋友 然后你这里不显示 他是你的好朋友 就会出现另一个标识 好像是什么戴墨镜还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墨镜就看上去十分弱智 就好像是在说 哈哈这个人喜欢我 但是我不喜欢他 还有就是 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同时有一样的第一好友 就会出现什么另一个表情 所以你就会知道 哪个人也在同时和你喜欢的人聊天 然后你再想想青少年的那种mindset 你晓得吧 就是会被这种 小鸡毛算笔事影响到 然后会有什么嫉妒之情了 我觉得snapchat就是知道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知道 青少年会有这种感情 然后他们知道怎么触发你的这些感情 所以他们加这些表情 所以你会更多的去用这些app 还有就是什么 你和一个人保持第一好友 什么一周 你们会有什么爱心 什么两周就会有什么更大的爱心 什么变成红色的爱心 还是什么 还是两个爱心 我也不知道那些什么emoji 然后所以如果你不是第一好友的话 你就会消失那个爱心 那个爱心就会消失 想象你和其他人谈什么关系 然后另一个人很在乎这种事情 然后你没有爱心 然后突然有一天没有了 然后他就会说 我们没有爱心了 我的天哪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不如以前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现在说的话很疯狂 但是想想 如果你是个青少年的话 也许这些是你会想的事情 Holy fucking shit guys 这个太弱智了 你知道吗 像这种什么火花之类的东西 就对青少年特别有效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 掌控他们人生的事情 再包括什么streak 十分弱智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用snapchat了 我觉得挺弱智的snapchat 不管怎么说 现在QQ有这个功能 然后如果你是个小年轻的话 你不应该在乎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在乎这种事情太弱智了 真的 我不敢想象 还有一些人20岁 还在在乎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真的不敢想象 会聊天会有火花之类的 一直保持到现在 括号我可能还有一丝幻想 当然百分百 对 如果你没有幻想 你给我写你妈邮件呢 这中间也有女生追求我 表白我 括号两三个吧 都拒绝了 其中也有一个是美术班认识的 比我小两岁 给我写情书 喜欢一直跟着我 各种模仿我 甚至在我面前 劈刹 What the fuck does tha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现在年轻人 互相 互相吸引 最方的方式吗 嘿小梅你看 我的天哪 小红你怎么这么牛逼啊 卧槽你竟然能批刹 我们在一起吧 好的小梅 看看这个 我的天哪 小红你太牛逼了 Holy fucking shit 虽然我承认他批刹很牛逼 可是我感觉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不喜欢他 OK OK 我想确认一下 你读的不是什么特殊教育学校 对不对 不是那种 special education 对不对 因为前面有个女生是 不知道怎么和你聊天 然后把你删了 我假设 后面又有一个女生 为了吸引你 在你面前批刹 你读的是不是什么 智障学校 我开玩笑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 如果是的话 这个joke就十分的insensitive 你的学校是不是有很多那一种 就是像滑梯一样的那些弯道 就是不需要楼梯的那种 就是Tony Hawk过去会 湿了的那种 因为全是餐鸡 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OK 可是我感觉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不喜欢他 非常明确的拒绝了他 然后就是让我厌恶他的重点 他你妈居然在我喜欢的 那个女生面前大声问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你妈完蛋 括号这是发生在 我已经喜欢的那个女生疏远了 这个为什么是完蛋的事情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不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吗 告诉这个你喜欢的女生 你还有其他这个弱智 是这个追逐者 所以他知道他会和你有很多共鸣 因为追你的都是弱智 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弱智 我开玩笑的 OK 我们应该要结束这个笑话 高中时候又追过两个女生 第一个把我拒绝了 括号无情 放弃了 第二个 我一开始没有追她的打算 甚至通过她给上个女生送信 也帮我出谋划策 后来我跟她关系越来越好 即使是高二分班以后 我理她闻 在我楼上 我们每天三顿饭一起吃 上学放学一起走 交流日记 括号互相换着看 圣诞节互相送巧克力 放假一起走 括号我有家长接 但我还是选择跟她一起坐公交车 毕竟家比较远 有钱也不便宜 会一起听歌 括号QQ应用 唱歌给我听 括号不知道我让她唱的 她发在全名K歌上算不算 也讨论学习 括号我喜欢的女生 学习都挺差 她还算好 OK 终于 终于她不喜欢弱智了 火花当然也有 What the fuck 所以你前面讲了很多可爱的事情 什么一起走了 一起送巧克力了 什么三顿饭一起吃了 什么交流日记了 但是和这一些要放在一起的事情 和这一些一样重要的事情 就是火花也有 QQ上面的火花也有 Oh my god dude That is That is very cute That is very cute 一起逛街 看电影 括号少年的你 用同款唇膏 是什么交换之用吗 还是什么 还是 还是两个不同的 括号逛街的时候 看到第二个半价 挂情侣挂件 括号在书包上 我就想 这他妈难道不能谈恋爱吗 对啊 是啊 于是我在一个晚上 跟她一起回寝室的时候 走小路绕了一下 打算表白 M E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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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出口 I fucking hate EMMMM 你知道吗 真的太弱智了 我太讨厌这个 M 这个词了 Holy fucking shit dude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三个东西 OK 一是M 二是狗头 三是这个熊猫人 任何一个表情 Holy fucking shit dude 每次看到这三个东西 我都想自杀 你知道吗 当然不管怎么说 也许是个人十分可爱 OK 快到宿舍了 我又骑走一条更小的小路 走宿舍后面的荒地绕一下 括号那种地方 我甚至能 Now that is just not funny 他后面说两个词 我觉得不搞笑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说 你知道我就不说了 他也跟我一起走 然后我表白了 我以为会成功 我以为 结果他拒绝了 说他不想谈恋爱 Oh no 如果你看过抖音的话 这是一个 Oh no moment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应该翻那种 Oh no 音效 或者是 对 就应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这些所有音效 都应该这个时候讽 哦好 对 Oh no Holy fucking shit dude 或者如果你是个西方人的话 这是个bro moment OK 十分的bro 然后我好像抱住了他 问他为什么 他也含糊其词 我感觉我被耍了一样 本来我都准备好 回去跟我室友炫耀 我他妈终于有对象了 结果你他妈说你不想 我当然不能骂他 过好 也许我能 更不能打他 I mean of course 这里不是什么中东国家 OK 这里是中国 和中东不一样 OK 一个是国 一个是东 两个地方 OK 一晚上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会被拒绝 第二天早上 依旧在宿舍楼下等他 Oh my god 他也继续和我一起吃饭 简直不敢伤胜 这你妈绝对是抱着玩我的心态来的吧 括号我当时没这么想 只好我释然了 括号不知道多久 可能一个多月 去你妈的臭傻逼 写了一封绝交信 写了一封绝交信 大意就是我再也不会找他了 后来他给我回信 括号过了好久 说我是幼稚什么的 还说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 我屌都没屌他 All right